各位小朋友 我們現在呢 正在做 老師小時候 有時候會一起 跟家人親戚做的控油 就是 大家有時候 去餐廳吃飯吃 土窯雞的時候 就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很辛苦的地方呢 是剛剛要一步一步去剪這些石塊 還要把它蓋成上面越來越尖的小房子 好現在呢 我們就是在 用木材來 讓這個土塊呢 燒的黑黑的之後呢 讓他到時候 可以把食物放在這個洞裡面 就可以把食物給燜熟 那我們現在來山峰 好啊 對啊 大家可以看到 山峰之後呢 火就更大囉 這樣就變常溫的 要不要戴手套